带水喜 我读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扣住了水喜 韩芷玲转头就去约了程书航 打着同事聚会的名义 韩芷玲给程书航准备了生日派对 书航 回来吧 借同事的嘴 他向程书航施压 要他回物购 程书航拒绝谈工作 直到水喜去剧组了 韩芷玲骗程书航说是自己推荐他去的 程书航身在藏一心在汉 担心水喜被小明星换了 韩芷玲笑了 在娱乐圈被人顶替是常有的事 比如李娇之前就被水喜换了 程书航强调那是李娇自己不肯上 水喜才被迫顶替他的 我们女人之间较劲 你们男人是不会懂的 发了消息给水喜却没有收到回复 程书航很不开心 韩芷玲起了坏心眼 一边穿坐同事灌他酒 一边说水喜的坏话 他让程书航回头 因为他后悔了 水喜他根本就不适合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我干嘛要后悔 为了让程书航跟水喜离婚 韩芷玲救世重提 扒开水喜的黑历史 要程书航重新跟自己在一起 现在把你得到手 然后就把你扔在一边 他连你生日都给忘了 谁知他根本不在乎 还让韩芷玲闭嘴 我老婆也是你能说的 请你不要这样说水喜 我对感情从来都不负 可是我后悔 韩芷玲改变套路 开始惯程书航喝酒 戴着香奈儿穿着八宝丽 黑丝配短裤 水喜被扣到十一点半 才出了剧组 彩虹姐很生气 这么欺负人咱不演了 水喜想着早就签了合同 不过就是试试戏 大丈夫能居能深也就释还了 打开爱马仕 才发现十几个未接来电 水喜打过去却没人接 他不知道程书航早就被灌醉了 正抱着靠枕坐在沙发上 包厂里嘈杀的环境 根本听不到手机响 火速赶回家 书航 书航 发现程书航不在 水喜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手机响了 见程书航嘴的不省一事 韩志玲故意接他电话 一听是女人的声音 水喜炸毛了 你谁啊 我韩志玲 韩志玲故意报上大名 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水喜质问他怎么跟书航在一起 韩志玲挑衅 今天同事聚会啊 程书航最早在我旁边呢 说完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水喜急得团团转 听一知韩志玲是自己最讨厌的人 程书航却不必嫌赴约 还最倒在他身边 水喜气炸了 心里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思考再三 水喜还是打了韩志玲的电话 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心机 电话不接还给关机了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看着身边的程书航 韩志玲得意急呢 水喜急得跺脚 不知道聚会地点 他打电话向沐喜求助 沐喜也不知程书航行踪 只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直接到了韩志玲来的挑战电话 说他跟书航在一起 喝多了 又不告诉我地址 水喜气得语无伦次 抱怨程书航跟韩志玲不亲不楚 出去聚会也不发个地址 导弹让韩志玲钻了空子 自己还被他挑衅 吃了一天的气 回家还要受这个气 这活离了算了 沐喜让妹妹冷静 毕竟程书航已经喝醉了 他肯定不知道 电话被韩志玲接了 而且韩志玲这电话 摆明是来吵事的 水喜要是真生气 就是中气了 拜托他把程书航送回来 水喜被愤怒冲昏头 还想找韩志玲干一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韩志玲是故意知道暧昧 想让水喜夫妻复合 沐喜一点波 水喜恍然大悟 坚决不能让他得逞 远远看见韩志玲送程书航回来 水喜气不打一出来 对刚进门的程书航一顿训 他酒醒了一点 大呼对水喜很失望 吃醋程书航跟韩志玲 搭了一夜 水喜气呼呼要给他解释 韩志玲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他把你抢回去吗 你是不是后悔了 你后悔为我辞职 你后悔给我结婚了 你说是不是 舅舅被吵醒 他一句今天是书航的生日 让水喜愧疚急了 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 给程书航和舅舅做了一顿 丰盛的早餐表达歉意 程书航的气早就消了 反过来向水喜道歉 不该出去喝酒 还喝醉了半夜才回家 舅舅笑着让他注意点 以后要出去就找水喜报备 这种事不能再发生